为了帮助花莲偏乡的清寒学子 也鼓励同学能够努力的奋发向上 世卫高中特别举办了 清寒学生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而花莲县商业会 也特别吸手台北市的景艳师子会 共同捐赠了50万元的奖学金 希望能够以实际的行动 投入社会的参与 支持花莲学子更好的教育资源 也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30号上午花莲县商业会 特别吸手台北市景艳师子会 一同前往思维高中 捐赠50万元的奖助学金 希望可以与实际行动来关怀偏乡学子 也鼓励同学们在品性、学业、技能等方面 能够更加积极向上 缔造优良的成绩 今天非常欢迎 最后的赞在地平上 不是只能做生意而已 一定要照顾一些我们的学子、学弟 结合一些外地的师子会、师兄、师姐面 还有我们的李璐花桥、余秀萨小姐 来共襄盛级 第一站在四围高中 先把这些奖学金 来监现清函 照顾这些学子 我们台北景业师子会一直以来都在做一些社会服务的部分 那从北到南 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遇到花莲县商业会 师董这么支持我 那这个学校又是这么棒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做个抛砖引玉的动作 为了感谢社团对清寒学子的关怀 学校除了班冲感谢状 也安排许多精彩的社团表演 同学们穿上跆拳道服 以纯熟技巧一意急破木板 精彩的表演 让台下贵宾惊呼连连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秉持了一个慈悲的心怀 知道我们四围在很积极的努力办学 但是学生 清寒的学生 这样的比例非常的多 所以特别结合这两个单位 见证我们50万的奖学金 在上下学期 每个学生各5000块 我们也是希望学生在获得这奖学金以后 能积极努力向上 以后若说有所成就能回馈社会 这次收到50万元奖助学金 思维高中分为两次办理 上学期发放20万元 下学期发放30万元的方式 来鼓励更多不同的优秀学子 这次总共有40位学生获奖 思维高中董事长黄英吉也勉励同学 说他自己也是在清寒家庭当中长大 希望学生们能够不为加进清寒积极向上 将来有所成就也不要忘了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记得徐立琴华联士报导